望线,美艳狐狸线,小卫英又冷又饿,她觉得整个人晕沉沉的,脑袋重得很,眼前也是模糊不清,要是这时候,有一点,哪怕就一点吃的,就好了。 衣着破烂,脏得看不出衣服本来颜色的孩子跌跌撞撞走在成交略不平整的十字路上,如今正是寒冷的冬日,道路两旁砸草丛生,枯黄又没有活力,如同这个可怜的小企儿一般,在冬日寒风的摧残下摇摇欲坠。 小卫英烧得厉害,她恍惚间走进了草丛,干枯的草叶边缘锋利,割伤了她脏兮兮的脸蛋,小脸渗出血丝,她却仿若未觉,前方有什么在闪着光,金灿灿的,一下子就吸引了卫英的注意力,她亮亮呛呛扑过去,被石头绊倒,跌在草丛里,只见眼前悬浮着一颗金灿灿的东西,温暖的光晕开。 还有一丝祸人的甜香,就像糖豆一样,旁边还有一只红色皮毛,很像狗的东西,一动不动,恶极的卫英顾不上考虑那是不是她畏惧的狗,黑乎乎,长满洞窗的小手,抓住那粒糖豆,就往嘴里送,她真的好饿,别,不能吃。 一个清朗的男生喝道,可是卫英已经把糖豆吞下去了,卫英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的轻,好像要漂浮起来一般,可下一刻又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热,像是要炸开一般,年幼的孩子无法经受这种折磨,昏死过去。 朗月道人眼睁睁看着那孩子吞了腰单,并迅速与之融合,她提着剑赶过去,看了眼昏倒的孩子,又踢了踢只剩下一口气的红狐,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迷茫。 她追了这只狐妖,也有大半个月了,这红狐本是深山老林里一只野兽,不知何时竟有了机缘,开了灵智,只是如此便也罢了。 这红狐明明是个有机缘,天赋的,成妖后却不走好妖的修道之路,反而乱入人间,以吸取凡人精气为食,投机取巧。 能化人形之后,更是以精壮男子为目标,吸食阳气供自己修炼用,为祸一方。 妖也是有正道邪道之分的,修正道的妖精也是有机会登顶的,只可惜这红狐自甘堕落,妄图走捷径,朗月追杀了她大半个月,期间数次交锋都被她侥幸逃脱,可见这狐妖的厉害和难缠。 朗月坚持不懈,紧咬不放,总算将她打成重伤,红狐被打回原形,四处逃窜,逃亡途中无法疗伤,朗月又紧追不放,她终于撑不住倒下,掩掩一息,妖单也破体而出,被魏英吞了。 朗月蹲下,查探了一番魏英的情况,确认妖单已经和这个孩子完全融合,回天乏术之后,长叹了口气,这可怎么办? 人与妖单融合,人变成了半妖,被妖气侵染,难保不会和妖一样为祸人间。 再者,妖气也会引来其他要修和修仙的修士,即便不作乱也可能随时被杀。 朗月知道,此时她该杀了这孩子,击碎妖单,已决后患,可是看着这么一个已经足够可怜,无家可归的小启儿,她实在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痛下杀手。 在杂草从蹲了一个时辰,朗月还是没有办法下手,她叹了口气,决定先留下这孩子,若这孩子是心思纯净之人,她加以引导,让她修道,说不定能净化妖气,走正道。 罢了,还是看看这孩子的天赋和命吧,若能净化妖气,那是造化,也是她命不该绝。 朗月把魏英带回她的居所,远离人烟的一处荒山,她在山上有个茅屋,那是她隐世独居之地。 她是个散修,独来独往惯了,不喜市井,便寻了这么一处住下。 这里是荒山,荒无人烟,修士和妖都难觅踪迹,这孩子的妖气也不容易被旁人察觉,起码不至于被当作猎物。 以后,便看她自己的了,若她无法走正道,她也只能替天行道了。 小魏英昏迷三天才醒过来,除了记得自己的名字魏英,便什么也不记得了。 孩子流浪已久,眼神却清澈不已,心思澄澈,不见愿意,朗月暗暗松了口气,至少底子有了,能不能成不知道,但此时,她有信心了。 身着黑衣的少年,灵敏地穿梭于林间,不一会儿就摘了满满一捧野果子。 少年随手拿起一个果子,随意地在袖口擦了擦,便咬了一口。 呸呸呸,什么玩意儿,也太色了吧。 十五六岁,眉眼青涩,却已然出落得俊美动人的少年,吐出口中的色果。 垂头丧气地,一屁股坐在了石头上,明明是不大哑观的动作,被她坐起来,却格外孩子气。 招人疼,果然,长得好看是非常要紧的事。 这少年,便是魏英。 他今年十五岁有余,师承朗月道人。 自被朗月道人收为徒弟,至今未曾离开过这座荒山,他自小就没有玩伴。 除了荒山里的野鸡野兔什么的,他便只能自己找乐子。 他师父是个无趣的人,也不爱出门。 独来独往的,这么多年,也没见他有朋友上门拜访。 无限是他师父给他取的字,师父望他不限他人,一生知足常乐,逍遥自在。 为无限地无数次叹气,他真的好无聊啊。 这荒山不愧是荒山,除了他和他师父,就见不着人了。 从小到大,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 他对这座荒山已经了如指掌,大到山里有几个泉眼,几条溪流,小到山上有多少种树和草。 他没有玩伴,只能自娱自乐,亏得他生性开朗,才没被憋坏。 他师父是不许他离开这座山的,甚至为了防止他偷跑出去,还设了结界。 他知道师父是为他好,其实,他去年就懂得如何破他师父设得禁止了。 他在福禄一道颇有天赋和造诣,他只是不想忤逆他师父,所以乖乖待在这里不出去,除非他师父开口。 小时候的事,他已然记不清了,不记得家在何方,父母何人,只记得自己叫魏英,小时候流浪过。 他隐约知道自己发烧生病,不知道吃了什么,非常痛苦,晕了过去,醒来就见到了他师父。 后来,他师父告诉他,他幼时误吞了狐妖的腰蛋,成了半腰。 不过好在天性纯真,他师父又非常注意他的情况,好生引导,好歹没让他被妖气带骗。 听说他体内的腰蛋本属于一只恶腰,他吞了恶腰的腰蛋,更容易走上歪门邪道。 没想到他在他师父的引导下,不仅没有走错路,还跟着修了正道,逐渐净化了腰气。 因为本是人,后来虽成了半腰,但修习得当,为无限十二岁那年修出了金丹,他便成了同时拥有腰蛋和金丹的修饰,腰气也彻底被净化,难以察觉了。 他师父朗曰道人嘖嘖称奇,一心未不已。 只是忧心,腰蛋与金丹如今虽和平共处,但终究一个是腰道,一个是修仙的正道。 本该相冲,却因为未无限是半人半腰而得以共存,谁也不知道往后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此事从未有先例,这种人吃了腰蛋的势力本就稀少,书上记载的也是寥寥,那些人不是一吃了腰蛋便因排异而走火入魔,暴体而亡,就是走上邪道要修之路,心智迷乱如同行尸走肉,只知道杀戮,最后被更厉害地邪修或是正道修士所灭。 因为担忧生辩,所以即使魏无限修出金丹,朗约道人也没有松口允他下山。 亲自养大教导的孩子,自然是不忍他有什么闪失的,更不愿有那么一天,要面临两难抉择。 魏无限一直觉得,天地间的力量本是同源,只是分作了许多种类。 邀修有正道也有邪道,正如修仙的人也分正道修士和邪修,正道邀修有纯净的邀力,邪道邀修有邪恶的邀力,正道修士有灵力,邪道修士用邪术。 他既然可以净化自身邀丹的邀气,把邀丹远主的邪恶邀力变成纯净的,又修出了金丹。 他同时拥有邀力与灵力,为什么不能使它们融合,互相转化,任他支配呢? 魏无限虽是个散漫性子,但十分聪明,与修仙意图很有些天赋,学什么都快。 他自个儿也爱琢磨,玩得无聊了,也会自觉修炼的。 他也想早日学会让自己的两种力量融合转化,不分你我,如此,他也好下山游玩。 人间一定非常有趣,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朗月道人的担忧是对的。 魏无限在十六岁的新年里,体内的腰胆和筋胆发生了排斥。 两种力量互相抗衡,难分胜负,魏无限丹田有如山崩海啸,脚的他浑身仿佛被不断拆开又重组。 当初修道是为了净化妖力,没想到之后不但净化了妖力,还结了胆。 虽是天纵奇才,身负两种力量,但这两种殊途的力量终究相斗了。 朗月之魏无限一直在尝试让这两种力量彻底融合,为他随意掌控使用。 可究竟有几分把握,他们谁也不知道。 从爆发的那天晚上到如今,已有三日了,朗月除了肝着急,没有任何办法。 第四日的晚上,春夜的晚风由带几分刺骨的冰寒,朗月道人守在魏无限的门外,不眠不休。 魏无限浑身一阵冷一阵热,他像是水里捞出来似的,一身衣服被不知道是冷汗还是热汗浸湿,贴在身上,勾勒出纤细的腰身。 不知过了多久,朗月只见魏无限房中一道金钟带红的光闪过,随即房里传来众物落地的声音。 朗月道人一惊,赶紧起身进入房间,魏无限倒在地上,情况不明。 朗月忙上前查探,确定他还活着后仔细检查魏无限的状态。 两久,朗月终于确定下来,松了一口气,臭小子,造化倒是好。 魏无限的腰单终于与金单相融,不再排异,两种力量,你终有我,我终有你。 魏无限可随意调遣腰力与灵力,他想动用腰力便动腰力,想使灵力便使灵力。 两种力量亦可相互转化。 之前两种力量并存,但不相容时,魏无限一用术法,妖力与灵力争相而出,灵力夹杂妖力,破坏力强,却不好控制,往往与魏无限的目的背道而驰。 朗月道人心未极了,叹道,你现在虽未半妖半人,但妖气能被你隐藏得分毫不屑了。 你须知你有此造化,是命里有缘,如今你两道并修,修行速度也快于其他修士,更有登顶之可能,切记,身负大能,必要匡扶天下,报首本心。 徒儿谨记,在这座荒山待了这么多年,魏无限终于被允许下山历练了。 容貌毅力的少年身形修长,骨架有些小,腰身也不迎宜握,倒也不显女气,多了寻常他这个年纪的少年,没有的秀丽。 少年天生一副笑脸,眉目艳丽,一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灵动眼睛,仿佛会说话一般。 只削合你对上眼,便让你忍不住心中一颤。 魏无限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看什么都稀奇,觉得既有趣又热闹,路上人来人往,这样一个美少年走在人群里,就好像会发光一般,让人不自觉看过去。 有结伴逛街的少女扯着帕子,含羞待怯地时不时对她投影目光,怯怯私语,小声争论她方才看的一定是我。 此处是魏无限离开荒山后途经的第一个镇子,明幻赤霞镇,此地属姑苏,为姑苏边缘地带,虽非姑苏中心腹地,但四通八达,商骨往来云集,事宜也非常富饶。 在人间生活,是少不了钱的,魏无限修为高,却也不能凭借此生财,修饰除暴安良,替人除碎解或是行正义之事,是应当的,不能赚人家钱。 她师父朗月道人,带着她久居荒山,两人也是靠山吃山,过得清贫,有点钱也都买了衣物被子,修饰须有君子之范,不可喜好奢靡衣着。 但也不能衣冠不整,破破烂烂。 朗月道人于君子之道上,是个讲究人,师徒二人吃得粗糙,山间野鸡也俊子也果子。 溪流里的鱼虾,都是他们的吃食,但衣着倒还都讲究,谈不上锦衣华服。 也不是多名贵的衣料,但朴素整齐是必要的。 于是乎,有点钱都花在了衣着上,家底等于没有,魏无羡是身无分纹下山的。 魏无羡一面闲逛,一面暗暗垂泪,太穷了,想吃啥都买不了。 他瞧着人母狗样,实际兜里一个字也没有,腹中饥饿。 他还没壁骨,更不可能和其他妖精一样去吸食精气。 他太难了,爱,日头向西,天色渐暗。 鸡长鹿鹿的魏无羡,最终还是转到山里,裂了只野鸡为食, 幸好乾坤代理带了盐巴,要不然这鸡也是食之无味。 饱餐一顿的魏无羡在西边磨了嘴巴,拍了拍身上的草屑,整了整衣袍, 眨眼睛又是风度翩翩的美少年。 丝毫不能想见这美人此前抓着一只烤得流油的野鸡,大口大口地啃, 吃得满嘴都是,两颊也油乎乎,魏无羡继续往镇子去, 时候还早,逛逛夜市也不错。 才走到离镇口不远的地方,几个匆匆茫茫,面如土色的人, 跌跌撞撞往这头来了,魏无羡站定,好奇地望过去。 那几人很是慌张恐惧的模样,身上好几处都沾了泥巴, 可见这路上是跌了几跤的。 魏无羡好奇,带他们跑进了,便拦住几人询问。 那几人被拦住,脚下只打颤,嘴里嘟囔着,鬼,鬼,鬼呀,有鬼呀。 说着便要绕过魏无羡继续跑,这话说得不算清楚,不知其意究竟为何。 魏无羡确定自己长得不像鬼,疑心他们可能是见了鬼。 哎,别跑,你们可是见鬼了。 哪有鬼?我是修士,能帮忙。 那几人又一地停下来,领头的人看了看来时的方向,惊魂未定。 你,你是修士? 怎,怎么没有,没有剑? 在他们的认知里,修士都是配剑的,走到哪就带到哪,剑不离身,除了清和涅士的人配的是刀。 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修士对自己的配剑看得很重,更觉得配剑乃是礼仪,是君子修士之风。 不过,魏无羡哪里是普通秀士? 他也有配剑,他师父游历之时偶然得了好的材料,便为他断了一把剑,被他取名叫随便。 这名取得也真是随便,他当时也没想出什么好名,既然他师父问了,他便随口起了,结果自然是被他师父狠狠敲了脑袋。 不过,最后他的配剑还是叫了随便。 魏无羡不大能理解为何修士非得配剑,走哪带哪也太累了吧。 一手拿剑,那就平白站了只手,做事多不方便,也累赘,再说了。 乾坤袋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 为什么不把剑放乾坤袋? 魏无羡见他们不信,随手从乾坤袋里拿出随便。 几人见魏无羡,凭空变出一把剑,没见过什么大事面的几人,仿佛看见了救世主。 拉住魏无羡,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通。 他们几个都来自附近的一个叫张家村的村子,这个村子临近赤霞镇,也还算人丁兴旺。 张家村的人多以种菜饭菜,养些鸡鸭之类的牲畜卖为生。 赤霞镇上的很多酒楼用的菜和鸡鸭牛肉都从张家村就近直接订购。 是以张家村的人也过得挺富饶。 可每个富饶的地儿也总少不了穷的人家。 张家村有户人家,住着全村最破的草房。 两夫妇并一个二十豪级也没娶上媳妇的儿子,就挤在破草房里度日。 一家三口都是有胳膊有腿的,偏偏上梁不正下梁歪,从老夫妇两口子到儿子。 一个个都生了懒病,既不想出去找活作,也不好好种地养鸡鸭。 门前一片地里种的菜东倒西歪,想起来浇水才浇一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这家的儿子二十好几,也还是光棍一条,夫妇俩急得不行,在村里到处给他相看媳妇。 可是,哪里会有人家把女儿许给这种人家呢? 可是有一天,这家人走亲戚回来,带回一个姑娘,说是亲戚家的女儿,许给他们家儿子做媳妇了。 那姑娘浓眉大眼,相貌不错,可惜目光呆滞,瞧着恐怕是个傻的,怪不得会被许给这家儿子。 村里人暗地里都可惜这姑娘,若不是吃傻,肯定会找个好人家的。 哎,张家村这户当晚就办了婚礼,不知道从哪找了几块皱巴巴的红布挂上意思了一下,看得村里人议论纷纷。 这叫什么事啊?那姑娘真是命苦啊。 大概过了半个月吧,那户人家四口人突然消失了,谁也没瞧见这几个人去哪了。 村里人疑惑了一番,也就不去管他们了,反正也不干他们的事。 可是,怪事发生了。 没过几天,村里又有人家一夜之间突然消失,这次和上次不同,那户人家在村里不讨喜。 没人愿意和他们做邻居,他家自个儿站了个角落住着,有点什么事别家要是不路过,也不容易发觉。 可这后来出事的这户人家屋前屋后都有人家。 那天晚上,有人听见他家有什么奇怪的事,像是有人在吃什么,当时听见的人不以为意,以为这家人大晚上饿了,在吃宵夜呢。 然而,第二天早上,有人去那户人家敲门,约着去镇上卖菜,却发现无人硬核,这就很反常。 每天早上,他们几个邻近的人家都一起去卖菜的,雷打不动。 出于担心,敲门的人推门而入茶看,却发现屋里一个人都没,他更纳闷了,这家可有六口人呢。 怎的,昨天还见面,这就不告别了。 敲门的村民干脆屋前屋后去问这户人家的邻居,他们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听见昨晚上响动的人突然打了个冷战,把自个儿昨晚听见的响动说了一说, 不会,不会是,被,被什么东西,吃吃吃,吃了吧。 张家村陷入了恐慌,家家户户都议论纷纷,觉得村子里进了不干净的东西, 还是个胃口极好,吃人不涂骨头的,不然好好的大活人如何凭空消失,还不留痕迹。 张家村在赤霞镇这一带也是历史悠久,村里人祖上好几代都住在这儿,村子里猛然出了这种事, 第一个念头便是先找道士过来瞧瞧,看看能不耐把那东西抓了。 没人舍得背井离乡,他们的营生也都在这儿呢。 村子里的人商量了一番,决定找驻守赤霞镇,管理这一带的宗门方家帮忙。 方家隶属姑苏兰氏,赤霞镇一带都是他们在守着。 村长一刻也不敢耽搁,带上几个人坐上牛车,着急忙慌赶去了方家, 好不容易得见方家家主,却只被打发了一堆福祉,说是他们方家修饰精心琐化,威力极大。 说什么也不肯派修饰过去,认为只不过是小邪碎闹事,翻不起什么风浪,福祉足够应对了。 村长没有法子,只得带着福祉回去了。 人命关天的是,他也想带几个修饰回去,无奈方家虽是小邪门宗族,但气性大,架子也大。 一时半会儿,村长也请不到其他家的修饰。 贴上福祉的第一个晚上,众人窝在被子里,大气也不敢出,暗自祈祷那些福祉可以把那鬼怪灭干净。 时间接近子时,那户不受村里人待见的人家门前的枯井里,一只苍白的手伸了出来,指甲又长又茧,泛着清白色。 然后井口冒出了一个头颅,是一个女人的头颅,披散着一头长发,头发乱糟糟的,面色清白,两眼一片死白,指中间米粒大的铜人黑洞洞的。 女人从井口缓慢地爬出来,身上的衣料颜色深一块浅一块,叫人看不清她依附本来的颜色。 女人赤着一双沾着乌泥的僵硬的脚,漫无目的地走在村子里的小路上。 她周身浓密的黑气环绕,在今晚明亮的月光下格外醒目。 女人在一户贴着符纸的小院门口停下了。 清白的手指轻轻松松接下那张黄色的符纸,符纸自指尖飘落在地,被女人的脚踩进你里。 院门被推开。 老,老头子,你,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夫妇俩窝在被窝里抱作一团颤抖不止,仿佛要印证妇人方才的话似的。 他们被拴好的房门发出了被大力推动的声音。 老旧的木门不堪重负,滋滋呀呀地响,夫妇俩已经吓得张大了嘴巴,叫也叫不出声。 腿脚也是软得跟面条似的。 两片房门突然倒下,发出沉闷的声音,夫妇俩隐隐约约瞧见了处在门口的黑影,两眼一翻,晕死过去。 女人把最后一块肉塞进嘴里,麻木地舔了舔唇,背褥上沾满星红的颜色。 稀碎的肉末粘在背面,女人定定地看着,突然俯身,伸出灰白的舌头。 把肉末舔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床上的被子翻了个面,仔仔细细盖住了血迹。 连续好几天,都有人一夜之间消失,且胆子大的人都进去看过几眼,没发现什么痕迹。 张家村的人坐不住了,觉得连符咒都镇不住的东西,必是个厉害无比的。 当下也没什么其他想法,保命要紧,于是张家村的人连东西也来不及收拾,拿了钱财就逃出村子。 这才有了魏无县瞧见的那一幕。 道长,你要是个有本事的,就,就去我们村子,瞧一瞧。 我,我们,先走一步。 几个村民不敢多待,把张家村的情况告知魏无县,便连滚带爬地跑了,开玩笑。 天越来越暗,再不走,那东西出现了怎么办? 魏无县摸了摸下巴,往张家村去了。 张家村的村民陆陆续续逃出来,此时的张家村已然空了。 朦胧的月色下,张家村仿佛被一张灰暗的薄纱笼罩着,村子里乱糟糟的,可见村民们离开得有多匆忙。 修道之人本就无感灵敏,魏无县体质又特殊,不仅把夜幕下的张家村看得清清楚楚,甚至于,魏无县还闻到了血腥味。 站定在发出最浓重血腥味的农户家门口,魏无县一步步走进气味最浓的地方。 待魏无县在床前停下,他用随便挑开床上未叠的被子,那些发黑的血迹便显露出来了。 看来,那些村民说得一夜之间凭空消失,且寻不到蛛丝马迹也不尽然,凶手作案晓得遮掩,进来查看的村民因为太过害怕,怕是没有仔细观察。 魏无县暴毙沉思,这场面,遮遮掩掩的,倒像是连环谋杀一般。 可他能分明感受到怨灵的残留气息,加之方才几个村民所述。 有人在半夜听见过咀嚼东西的声音,可是,有什么东西这么讲究,吃个人还要收拾干净? 当真是闻所未闻啊。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魏无县继续在张家村搜寻。 随着魏无县的探查追踪,前方的阴气越来越浓,魏无县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怨气,就在前头不远处,他抽出随便,警惕地看着周围。 有嘻嘻酥酥的声音响起,魏无县持剑,看向声音来源,一口井,看来,这便是那东西藏身之地了。 怨气越来越强烈,魏无县紧盯着那口井,准备随时一战。 呵! 浩强的一句走失,看来死得很冤啊,嘖嘖嘖。 看清那东西后,魏无县叹道。 这句凶狮怨气极重,寻常凶狮一般不吃人,这句凶狮不仅吃人,还骨头渣都不放过,可见死时恨意颇深。 来不及深思多想,那凶狮感知道生人的气息,很快怨气暴涨,扑了过来。 魏无县催动灵力,随便闪着明亮的红光,一人一诗,很快缠斗起来。 几个回合后,魏无县发觉这凶狮生前应该也是修道之人,并不同一般凶狮笨拙无比,也因此更难对付。 随便溅气如虹,打斗肩,凶狮被削去一片头发,露出灰白头皮。 隐隐约约可见,其间黑色的纹路,是某种咒法。 看来,是有人给他下了咒。 此咒究竟是何种咒术? 下咒者何人? 亦与何为? 走狮痴人是否与咒术有关? 本打算速战速决,把凶狮斩杀的魏无县发觉内有隐情,并非一般凶狮作祟。 必须了解清楚下咒者与凶狮这村子的联系,不然后患无穷。 魏无县于是快速祭出自己研究的阵法,把发狂的凶狮困住,才停手。 就发觉身后一阵强劲的灵力波动,他下意识转头去看。 一个白衣少年欲见而来,缓缓下降,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魏无县看清了那少年的模样。 应是与他年龄相仿,一身仙气飘飘的白袍,领口绣着卷云纹, 少年面如关玉,俊美无愁,却冷若冰霜,面上无甚表情,额头还记着云纹抹额。 魏无县被来人的美貌惊住,他还是第一回见到相貌能与自个儿媲美的人, 还是个冷美人,瞧这披麻戴笑的样,怕就是他师父给他介绍仙门百家时所提到的姑苏蓝氏的人了。 魏无县是个自来熟的性子,蓝忘机一落地,他便迎上去逮吧逮吧地把自己知道的这儿的情况说了一通, 又指了指那咒文,提示来人,这事不简单。 蓝忘机这几日在外夜列,到了赤霞镇听说了张家村的事,便遇见赶来了, 没成想,已经有人先一步来了,虽然非常吵闹,但也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好让他心里有个底,于是他冷着脸,没有打断魏无县,此事须得好好查一查, 我看贡情是最快的法子,这个我擅长,正好你来了,就帮忙护法呗。 魏无县眨了眨眼,蓝忘机闻言终于正视了魏无县, 蓝家人以雅正闻名,他又独自惯了,不喜与人结交攀谈, 亦不喜过躁之人,是以方才这人一见面就说了那么多话,他是不欲多理会的。 共情的确是又快又好的法子,只不过很是考验失数者的能力,亦非常凶险。 他没想到,这人看着吊锅,却肯豁出去只为查明真相, 亦没有想到,这个人,会如此信任他,让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为他护法监督。 蓝忘机稍稍缓了一身冷气,此处过于凶险,应先问灵。 蓝忘机挥手唤出忘机琴,盘腿坐下,忘机琴流转着冰蓝色的充沛灵光。 随着蓝忘机修长白皙的手指拨弄琴弦的动作,发出清零的乐声, 几声拨弦后,琴弦自发震动。 魏无县不懂问灵,也听不懂琴语, 他兴致盎然地在蓝忘机身边蹲下,待琴弦不再颤动后,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样凶台,他说了什么? 回应者是此村村民,为那凶狮所识。 那凶狮是一户人家前些十日索取心腹。 蓝忘机言简一概,魏无县摸了摸下巴, 这人我知道,听说这女人是张家村那户极懒极穷的人家走亲戚带回来的, 村里人都可惜这女子,竟被许给这么个人家。 而这户人家,也是最先出世的。 看来,这女人的死,应是与这户人家有关了。 凶狮害人,必会先找害死她的凶手。 如此,看来还是得共情,才能弄明白了。 这户人家只是普通村民,又名声不好, 极其懒惰,不可能有本事给这女士下咒。 这件事,背后看来是错综复杂啊。 问灵只弄明白了女士的身份,她因何而死? 下咒者谁?有何目的?还是不得而知? 魏无县再三保证不会有事, 蓝忘机同意了为魏无县护法,做监督者。 魏无县与女士共情, 蓝忘机则盘腿坐在魏无县身侧, 眼神一错不错地望着魏无县, 细心观察。 若有什么不对,她便会立即出手。 身为伴妖,又是妖类中最勾人的狐妖, 魏无县的美是惊心动魄的。 即便是出身蓝家的蓝忘机, 也不能否认魏无县从骨子里到皮囊的美。 但蓝家人本就相貌出众, 对自我又约束颇多, 蓝忘机一开始并未放在心上, 甚至未曾多看魏无县几眼。 而此刻,魏无县静静地坐在那诗树, 蓝忘机为他护法监督, 必须随时观察注意魏无县, 眼神便不得不落在魏无县身上, 这个明艳的少年, 韦时吸引人的目光。 蓝忘机心中默念宁神, 让自己抛开一瞬间的杂念。 共情中的魏无县, 脸上表情颇丰富, 一会儿皱眉, 一会儿怒气冲冲, 一会儿悲悯, 蓝忘机有几分紧张地盯着他, 随时准备将他唤醒。 时间过去很久, 饶视蓝忘机, 也有些坐不住了, 共情这么久, 会不会出事? 正准备唤醒魏无县, 他自个儿倒是醒过来了, 一醒过来, 便尝出一口气, 气愤地拍了一击自己的大腿, 魏吉兰忘机发问, 他变到痘子似的, 把这个女人的生平道来。 此女名幻方月, 正是驻守这一代, 那个方家的人, 是方家家主的庶女。 此女母亲身份低下, 又早早去了, 留下方月在方家受尽冷脸。 方家家主是个风流的伪君子, 当初也是贪恋方月母亲美色, 采纳了她作妾, 结果没多久就腻了, 继续流连花丛, 可怜方月的母亲, 因为得宠了一段时间, 成了方家主母的眼中钉, 一直耿耿于怀。 方家主母是个跋扈的, 本就对方月母亲步步紧逼, 处处为难, 人死了后, 又继续折腾方月。 方月没有父亲庇护, 在方家活得还不如奴仆。 方家主母有一女, 名唤方慧, 此女是方月的姐姐, 因着自己是嫡女。 方月又在方家没什么地位, 便常常搓磨她。 两姐妹一天天长大, 方月初落得愈发好看, 方慧极度方月长得比她貌美, 恨不得把方慧的脸刮花。 方慧还未及下手, 便被如母阻止了, 说是刮花方月的脸也太便宜她了。 这个方月处处压抵姐一头, 实在不懂规矩尊卑, 就该叫她生不如死才好。 如母给方慧出了个主意, 方慧拍手称快, 满脸怨毒。 如母也是松了口气, 她有个远房表兄, 住在张家村, 这家子真是绝配, 一个个的都不要脸得狠, 有手有脚, 却不是生产, 不想干活, 偏爱享受, 真是讨厌得紧。 这种恶心的穷亲戚, 如母自是不想来往的, 但架不住这家人脸皮厚, 进不来方家, 就蹲在门口不远处, 一直就守着她出门呢。 如母不想被缠上, 知道了这家人的来意, 便随口敷衍了, 让他们不要生事, 她会尽快给他们把事情办妥。 如母回到方家, 本想花钱消灾, 去窑子里买个姑娘, 打发了这家人, 没成想, 正好方会提起欲发貌美的方月, 觉得她堂堂嫡女, 被个庶女抢了风头, 恨得牙痒痒。 如母见风使舵惯了, 本就对方月这个小姐无甚敬意, 便见机行事, 给方会出了个恶毒的主意, 这样, 她既讨好了主子, 又不用破费花钱, 还能打发了那家子, 真是稳赚不赔, 一举三得。 那么, 要如何让方月乖乖听话, 嫁去那家呢? 方家也是修道的仙门, 自是有些见不得光的法子的。 方会去她爹书房好一阵番, 终于让她找到一种咒术, 可以封住一个人的灵智, 使其如同行尸走肉般, 在不通门道, 不知内情的外人看来, 被吓咒的人就是个痴儿。 于是便有了后来, 那户恶心的一家子, 乐不可知地带着方月回张家村的那一处。 方会除掉了心头大患, 还让方月被那样一户人家给带走做媳妇。 一想到比她貌美的方月被狠狠拉近污泥, 一想起那家子恶心得要命的嘴脸, 方会得意极了, 梦里都能被笑醒。 她甚至找了个说辞, 她那好妹妹方月跟野汉子私奔了。 方家家主气急, 觉得面上无光, 把方月从祖谱除名, 从此赤霞镇以待。 方月的名声也十分不堪。 到了张家村, 那户人家带方月也并不好。 起初只是想给儿子讨个媳妇, 后来, 他们便希望这个媳妇 可以把家里的活都干了, 好好养活他们一家子, 再生个大胖小子, 也算有功了。 可惜方月被下了咒, 根本不会干活, 心智也只有四五岁。 那家子很快从娶了心腹的喜悦中出来, 天天指着鼻子骂方月, 还不许她吃饭。 两三天才给一点吃时, 若不是担心饿死她, 儿子就在南白讨个老婆。 他们根本不舍得浪费自己的粮食, 毕竟, 他们自己都饱一顿饿一顿呢。 方月不仅被这家的儿子当工具糟蹋, 更是连吃都吃不饱, 身上都是被打出来的伤。 这家子人讨厌她, 不会干活养家, 嫌弃得很, 一想起来就要打骂发泄。 方月身上伤处太多, 手也不利索, 吃东西拿不稳筷子, 一有食物残渣落在桌上, 便又是一顿毒打, 方月干脆不用筷子, 用手抓着吃, 连桌上的残渣也吃干净, 被虐待得多了, 心伤蝶就伤, 又得不到医治, 方月没挨多久, 就没了。 魏无献气的厉害, 她又是流浪街头, 也是凄苦, 甚至要在野狗嘴下躲食, 后来又误打误撞吃了腰单, 她师父朗月道人心生不忍, 把她收作弟子, 一直没有放弃过她, 这才有了今日的魏无献, 因此十分同情, 遭遇不好的人。 魏无献回想共情时看见的, 气得发抖, 一双美目蓄满泪水, 花瓣瓣娇艳的红唇紧抿着, 蓝忘机听了方月的遭遇, 也是怜悯, 看着魏无献生气悲痛的模样, 心里仿佛被针刺了一下, 她不由自主地拿出自己, 叠得整整齐齐地干净手帕, 然后鬼使神拆般将她附在魏无献湿漉漉的眼睛上, 魏无献被眼睛上柔软的触感顿住, 下意识伸手去触那帕子, 却触到一片温热, 蓝忘机仿佛梦中惊醒一般, 迅速收回手, 帕子滑落, 魏无献迅速接住了, 握在手里捏了捏, 等她洗过了, 再还给她吧, 这个方月真的, 太可怜了, 她死后怨气冲天, 化作凶尸, 已经吃了张家村好几户人家了, 难怪张家村的人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她吃得可干净了, 可见那户人家虐待她之身, 让她即使化作凶尸, 也不敢不把食物吃干净, 我看她吃人, 也是有规律的, 选得人家一次比一次靠近赤霞镇, 要是没人管, 迟早吃到方家, 魏无献说起方家, 又是一阵愤怒, 方家的人也的确恶毒, 尤其她那个嫡解方惠, 真是恶毒至极, 食恶不赦, 真该被吃, 看我不把方月给送过去, 魏无献跃跃欲试, 想把方月带去方家, 冤有投债有主, 理应如此, 不可, 蓝忘机阻止道, 魏无献的想法, 与蓝家所交的背道而驰, 两人意见相左, 僵持不下, 方月不该报仇吗? 她虽吃了无辜村民, 但和方家的仇也该了结了, 再清算她吃人的事吧, 魏无献立主该让方月先报仇, 蓝忘机却觉此法实在离经叛道, 对凶师该先度化才是, 魏无献才哭过, 又在气头上, 一双眼睛红红的, 线长的睫毛也粘在一起, 当真是楚楚可怜, 蓝忘机皱了皱眉, 软了语气, 我们先把方会下的皱解了如何? 要解开皱数, 不是施术者身亡, 就是施术者主动解开, 也好, 本就是要去方家的, 她倒要会会那蛇蝎女子, 给方月讨个公道, 天色江明, 蓝忘机将方月收入所腰囊中, 两人往方家去了, 她虽不赞成魏无献冤有头债有主的想法, 但方家的确有过, 方会自是要按规处置, 方家身为驻守这一代的先门宗族, 狄小姐却做出这种事, 事发到如今, 方家一无所作为, 方家无论是家事还是公事, 都做得一团糟, 是该整顿了, 两人到了方家, 方家守卫正打着哈欠, 以着门瞌睡, 蓝忘机速来板正, 循规蹈矩, 一见守卫如此懒散, 玩乎只手, 又毫无哑正, 不由冷了脸色, 本就冰雪般的一个人, 周身欲发寒气逼人, 魏无羡无端打了个喷嚏, 魏无羡自告奋勇上前敲门, 咚咚咚的敲门声, 惊醒了昏昏欲睡的两个守卫, 才要破口大骂, 却被夺步上前的蓝忘机, 惊得定在原地, 云纹抹额, 精致银棺, 长得七双赛雪, 天人之姿, 却一派生人物尽的模样, 手直, 碧尘, 天啊, 蓝家的二公子来了, 方家依附蓝家, 守卫自然也知道蓝忘机, 他俩瞬间没了睡意, 灵活些的那个人, 盲行了个礼, 把门打开, 让那个还呆着的, 赶紧去请方家家主, 自己在前头, 引着蓝忘机进门, 看来, 这个好看的公子, 在蓝家地位还挺高, 能让守卫如此劈滚尿流的, 又这个年纪, 难不成是他师父曾提过的蓝氏双臂之一, 他知蓝氏双臂, 倒不知双臂的名字, 也不知道眼前这个是大的还是小的, 魏无羡拍了一记自己脑门, 哎呀, 真的是, 他俩到现在还没互通姓名呢, 我叫魏英, 自无羡, 还没请教公子, 尊姓大名呢, 魏无羡挠了挠头, 蓝湛, 自忘机, 好吧, 蓝湛, 既然你是蓝氏嫡系公子, 你可得好好管管这个方家, 简直岂有此理, 魏无羡皱着漂亮的眉头, 蓝忘机听他换自己的名, 顿了顿, 方家家主得了通报, 战战兢兢带着家人聚到了会客厅, 虽则蓝忘机才16岁, 年纪轻轻, 方家家主却不敢有所懈怠和丝毫的不敬, 蓝忘机毕竟是蓝氏嫡之公子, 又在蓝家长发, 且为人冷若冰霜, 极难相遇, 蓝家子弟和他们这些下边的, 哪个不处? 此次突然前来, 怕是来者不善啊, 方家家主心里直打鼓, 魏无羡跟在蓝忘机身后进了会客厅, 瞧见方家人战战兢兢站了两排, 顿觉自己颇有几分狐家虎威的架势, 说起来他还真是狐, 蓝忘机对方家家主迎他上座的举止位置一词, 站在会客厅中间, 并不落座, 方家家主得了个美脸, 热脸贴冷屁股, 心里恨得牙痒痒, 又不敢发作, 憋得慌, 魏无羡吃笑, 他们不坐, 他可累了, 于是不客气地随意找了把椅子坐下了, 一路过来他也平静了一些, 他与方月共情, 见了方月的悲惨经历, 自然情绪激动, 对方会十分厌恶, 对方家人和那户夫家意识不迟, 他想得简单, 觉得有仇报仇, 以怨抱怨理所应当, 但这是他的想法, 蓝家自有蓝家的规矩, 方家既属蓝家管辖, 他方才自是不应与蓝战对质的, 说来, 蓝战的脾气真的不错了, 魏无羡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尖, 蓝忘机生性少言, 线下也不予多说旁的, 单刀直入, 方家主可还记得方月, 方家主闻言, 心里直打鼓, 莫不是那不成器, 自甘堕落的庶女, 犯了什么事, 牵连到方家了, 什么玩意儿, 早知道如此, 他当初就该随便把那不成器的东西赶出去, 免得到现在不单丢了他的脸, 还给方家惹出祸事, 方家主挺直腰背, 大意凛然地开口, 可是方月犯了什么事, 蓝二公子明鉴啊, 说来丢人, 那不成器的东西, 早些日子与人私奔, 不知去向, 我已将他从家谱除名, 他与我方家再无干系, 魏无羡翻了个白眼, 按了按自己蠢蠢欲动的手, 他好想揍人啊, 这副嘴脸, 真叫人恶心, 什么狗屁仙门世家, 人母狗样, 道貌岸然, 真是倒胃口, 他真佩服蓝湛, 还能这么礼貌地同他说话, 方月被方慧下咒封了神智, 被送给一个狗屁玩意儿做媳妇, 那家子把方月虐待致死, 方月线下正吃人报仇呢, 要不是我和蓝湛, 用不了多久, 就能从张家村村口吃到你家, 把方慧嚼碎了, 魏无羡根本不想多与这家子人多待, 严谨一概地把事情说了, 要如何法, 蓝湛自有数, 方家家主站不住了, 贺岛, 你胡说什么, 惠儿怎可能害方月, 我看分明是方月自己作死, 与人私奔, 没想到与人不输, 这与我们家何干? 方慧缩在他娘身后, 一言不发, 仿佛受了什么惊吓一般, 方家主母心疼极了, 忙安扶女儿, 又骂道, 你是什么东西? 我方家怎有得你这种人诽谤? 惠儿还小, 她生性善良, 你究竟什么居心, 竟如此诬蔑一个无辜的小女子? 方夫人越说越气, 也顾不上魏无羡, 是跟着蓝望鸡一块来的, 抽出配剑就要刺向魏无羡, 一道冰蓝色剑芒闪过, 方夫人的剑断做两截, 她的手骨也剧烈疼痛, 恐怕是裂了, 方夫人惨叫不已, 方慧更是抖得如同筛糠, 方家人大气也不敢出, 方才蓝望鸡只是抽出碧尘, 挥出一道剑光, 不诚想那道剑光灵力竟如此充沛强大, 不但斩断了方夫人的剑, 还戴得她手也受了伤, 方家也是修仙世家, 方夫人一出自仙门, 她的剑虽非尚品灵器, 但也不是普通铁剑呢, 这位蓝二公子, 的确如传言那般, 修为高深, 一时间方家人都被震住了, 蓝望鸡淡淡开口, 为应所言, 字字属实, 我已将化作凶狮的方月带来, 还请方大小姐解开咒术, 免得死者冤屈, 说着便放出了被法阵控制住的方月, 披散着头发, 形状可怖的方月腹一出现, 便吓得方家众人倒退几步, 方会更是吓得哇哇叫, 两眼一翻昏死过去, 方家主仪看见方月头皮间的黑色纹路, 便知道魏无限没有冤枉方会, 记载那咒术的书籍就在他书房, 且, 这咒术数年前他亦用过, 为了夺取方家家主的位置, 他给他兄长下了此咒, 他兄长整日呆着吃傻, 一日, 仆人没有看住, 人便调到井里去了, 魏无限责了一声, 摇摇头, 指尖微动, 细小的红光没入方会眉心, 让他被迫醒过来, 并且想晕也晕不过去, 方会惊恐地看着方月在阵法里挣扎, 张牙舞爪, 正对着他呲牙, 方家主闭了闭眼, 或, 不要怪爹, 要怪, 就怪你自己做了错事吧, 方家主推了一把方会, 灭障, 还不把你妹妹的咒给解了,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蛇蝎心肠的女儿, 方会被猛地一推, 亮呛了一把, 一抬头就看见方月对他呲牙, 浓烈的血腥和湿臭涌入他的鼻腔, 他又是京剧的邓卓言, 又忍不住俯身呕吐, 可谓是把他这么多年引以为傲的方家, 敌出大小街的颜面, 丢了个干净, 方夫人死死盯住方家主, 恨不得吃了这老皮肤, 方会吐完, 意识蹲在地上抱着头发抖,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向疼爱他的父亲会这样对他, 快一点, 魏无羡不耐烦地走到方会跟前催促道, 你要是再不动手, 我可就把困住方月的阵法解开了, 到时候他寻仇我可不救你, 方会闻言, 只好抖着手把咒术解了, 蓝忘鸡换出忘鸡, 拨动琴弦, 被解开咒术的方月, 周深的怨气也被制住了, 恢复神志的方月, 歇斯底里地哭了一场, 他已经吃了遭见他的那夹子, 也算报了一部分仇, 甚至吃了好几个无辜村民, 他自知有罪, 也知蓝忘鸡会秉公执法, 事已至此也无法挽回, 该如何便如何吧, 蓝忘鸡抚秦, 超度了方月, 将方月送入轮回, 之后如何, 便不是阳间的人判了, 方会做出此等伤天害理的事情, 按规矩, 要废去一身修为和金丹, 关入地牢致死, 方夫人眼睁睁看着方会被废, 痛叫一声晕了过去, 经此一事, 蓝忘鸡着手彻查了方家上下, 肃清不正之风, 把身上有罪行的都按规处置了, 方家主义去陪了她的女儿, 方夫人也被遣回娘家教导, 由方家旁系接手方家上下, 蓝忘鸡雷厉风行, 处理好方家的事, 又传了信给云深不知处, 确认妥贴后, 两人才从方家离开, 从大清早忙到现在, 已经五十了, 魏无羡摸了摸扁扁的肚子, 决定去哪列些吃食, 蓝湛, 你饿吗? 我们去找点吃的吧, 蓝忘鸡文言却看着魏无羡, 你,果真不吸食精气, 魏无羡一愣, 啊,你知道了呀, 你不会把我抓起来吧, 想来她是在方家露的底, 她见方会晕了, 烦着女人的狠, 便动用了腰力, 让她保持清醒, 果然是双臂之一呀, 她当时动作时, 已然是悄悄的了, 不成想, 还是被她发现了, 蓝家人极恶如仇, 一向不齿妖物邪碎, 更有不得结交奸邪的家规, 行事板正刚直, 这些她都是早有耳闻的, 这人, 不会把她抓起来, 关到云深不知处处之吧, 正当魏无羡想着, 以什么姿势逃跑时, 那人清冷的嗓音响起, 不会, 人有人进食取食的方式, 妖自然也是, 正经妖羞是不会吃人, 也不会吸人阳气的, 精气与阳气不同, 人的阳气被损失折损身体和受数的, 吸人阳气的妖人人得而诸之, 而人的精气则可再生, 且即便不被妖吸食, 精气也是时刻在空气里溢散的, 因而人需要吃饭睡觉进补养精气, 吸食人一散出来的精气为食, 着实不算什么邪路, 就好比天上下的雨水, 人人可取一般, 魏无羡是连精气也不吸食的, 他宁愿自己找东西吃, 他毕竟原本是个人, 即便成了绊妖, 他也不愿吃什么精气, 那也太奇怪了, 蓝忘机自发现魏无羡的身份, 也观察到了这一点, 他们忙了这么久, 腹中不饿是不可能的, 而魏无羡到现在也没吸食精气, 反而对他说要不要去找点东西吃, 况且, 魏无羡身上并无半丝妖气, 即便是在动用妖力时, 那妖力亦是纯净无比, 正经妖修和修道之人, 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妖修亦不与修士和人类来往, 他们总是独来独往, 各自修炼, 在先缘稀薄, 得到艰难的当时, 正道妖修因为寿命远远超出修士, 反而更容易得到飞升, 蓝忘机垂谋, 还有, 没有哪个心术不正的妖精, 会用共情这么危险的法子, 不顾自己安危, 也要告慰亡灵, 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的, 只是有一点他不明白, 魏无限为何能够在灵力与妖力间转换自如, 随心所欲, 这一点, 别的妖做不到, 妖是不能修他们人类修士修得到的, 亦不能使用和妖力相冲的灵力, 魏无限也实在不像妖, 即便是正道妖修, 也无法把自身的妖气隐藏得那么好, 若非魏无限自己用了妖力, 他恐怕根本发现不了这个少年净是妖, 你请我吃饭, 我就告诉你, 仿佛看出兰望鸡的疑惑, 魏无限狡黠地冲兰望鸡眨了眨漂亮的眼睛, 于是两人在赤霞镇一家酒楼坐下了, 魏无限不客气递点了几道菜, 要了一壶酒, 把菜单递给兰望鸡, 兰望鸡扫了眼菜单, 添了一道白酌菜心, 小二便拿着菜单去后厨了, 魏无限拖着下巴, 在等菜的间隙, 把自个儿的祁裕和兰望鸡说了一遍, 阐明了自己扮腰的身份, 以及他拥有两种力量的事实, 兰望鸡面上波澜不惊, 心里却暗自惊奇, 在有腰单的情况下修出了金蛋, 并让两种力量并存融合, 取用转换自如, 这种机缘和天赋, 怕是数百年也难得一遇, 菜一道道上来, 魏无限笑弯了眼, 余月仿佛都从眼中溢了出来, 让人一见便知晓他此时的开怀, 倒是容易满足, 兰望鸡如是想, 多谢望鸡兄, 那我便不客气了, 魏无限动了动筷子, 有些不适应, 他很久都没用筷子吃饭了, 在荒山, 他师父做的那些绿了八鸡, 不知道是哪弄来的野菜, 亦或是什么草药, 他是不爱动筷的, 宁愿自个儿去捉鱼烤了吃, 或是打山鸡打鸟摘果子冲鸡, 久而久之, 也就不怎么能熟练地用筷子了, 魏无限加了好几次, 也没把那块鸡肉吃到嘴, 他尴尬一笑, 哼, 见笑了, 我好久没有用筷子了, 我师父每天给我吃草根树皮, 我不感兴趣, 平日里都是吃些野食, 也用不着筷子, 少年笨桌夹菜的模样, 意外地并不滑稽, 反而显得可爱, 蓝忘鸡眼里罕见地 泛起一阵笑意, 拿起自己的筷子, 把那块捉弄魏无限的鸡肉, 夹到了魏无限碗中, 又夹了几筷子魏无限点的其他菜式, 尽数放入他碗中, 没想到自相时起便寡言少语, 对他不冷不热地, 蓝忘鸡会加菜给他, 魏无限咬着筷子尖, 冲对面的人灿然一笑, 蓝忘鸡垂眸不语, 耳间却悄悄泛红, 这个人, 是个什么妖精, 明明也才16岁, 还是个半道妖精, 为何, 他只是随便笑一笑, 就让人不知所措, 心跳也乱了, 也许, 的确是个厉害的妖精吧, 小二乘上酒, 菜也上齐了, 白瓷瓶精巧, 魏无限打开酒瓶盖, 唇香便迫不及待弥漫出来, 钻进魏无限的鼻子, 在荒山居住多年, 魏无限是没有喝过酒的, 只在他师傅偶尔下山时, 给他带回解闷的画本里头瞧见过, 线下终于得见本尊, 魏无限到了一杯酒, 抿了一小口, 只觉酒夜入口时辛辣, 刺得舌头发麻, 而后便是进入四肢百孩的醇厚酒香, 回味无穷, 魏无限眼睛一亮, 这酒果然是好东西, 怪不得画本里常常提到, 好喝, 蓝湛, 你不来点, 想起来请客的人还没喝上, 魏无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蓝旺鸡摇了摇头, 蓝家敬酒, 行吧, 你们家规矩多, 我懂魏无限也不勉强, 愉快地饮酒吃菜, 魏英, 蓝旺鸡患道, 对面的人方才还好好的, 这时忽然嚷着热, 两颊泛红, 眼神迷离, 还扯着自己的领口, 是醉了, 蓝旺鸡结了账, 又要了一间客房, 将魏无限扶进去, 才关上门, 魏即将人安置到床上, 魏无限忽然扭动得更厉害了, 蓝旺鸡未曾想到, 有人喝醉了还会如此, 魏无限似是热吉, 竟自发去解腰风, 许是醉了, 迷迷糊糊间, 没有找到衣带, 把衣领扯得大开, 露出一大片白皙的肌肤, 精致的锁骨也显露无遗, 虽同为男子, 蓝旺鸡见此一扭开了头, 非礼勿事, 然而魏无限不这么想, 嗯你好凉快啊蓝湛, 少年柔软的身躯缠上来, 被紧紧抱住的蓝旺鸡, 僵住了身子, 不知该做何反应, 他独来独往惯了, 素来不爱与人触碰, 便是他兄长, 也是没有同他这般亲近过的, 热, 好热, 从内里烧出来的火, 磨得魏无限难耐极了, 他只知道, 抱紧身边唯一两块的东西, 有黏腻的水液, 从不可言说出流出, 顺着腿根往下, 魏无限难受地蹭了蹭双腿, 想要把愈发奇怪的感觉蹭去, 手也不自觉去扯下衣, 很快便衣袍之下, 空空如也, 被扭动不止, 且开始在他身上挨挨蹭蹭的魏无限弄得心烦意乱, 耳夹发烫的蓝旺鸡, 终于觉出不对劲, 待他扭回头, 看见裤子已堆叠在魏无限脚边的场景, 一股造诣自小腹处窜起, 蓝旺鸡预白的脖梗和面颊也似着火一般, 魏无限是半腰, 这场景不似单纯醉酒那般简单, 难不成, 蓝旺鸡愈发不知所措, 身上缠着的这人, 似乎是到了, 发情期, 魏英, 凝神, 蓝旺鸡实在不知该如何处理这种棘手的情况, 他从未遇见过, 也不知该如何帮助魏无限, 只好提醒魏无限明神静气, 蓝家人力气大, 蓝旺鸡此刻却难以发挥这项优势, 他既被魏无限缠得有些慌乱, 又担心伤到正在, 发情, 或许正处在腰泪最脆弱时候的人, 蓝战, 蓝战, 我, 我好难受, 魏无限大半个肩膀都露了出来, 衣裳松松垮垮, 要掉不掉地挂在身上, 原本白皙的肌肤, 此时竟微微泛着粉色, 魏无限的头埋在蓝旺鸡的肩窝, 呼出的热气打在脖梗处的皮肤上, 激荡起一阵难言的战力, 清白的血管也隐隐鼓起, 蓝旺鸡觉得体内热意流窜, 四肢百孩都被这人身上, 愈发浓烈的甜香浸润, 腹下那处更是股胀坚硬, 魏无限醒来时已是黄昏, 满是静蜜, 屋子里暖暖的, 叫人泛懒头晕, 似乎还有什么气味, 说不上来, 他稍稍动了动身子, 却发现自己被一双有力的臂膀还住, 动弹不得, 且全身上下都疼得很, 尤其是某个不可言说的地方, 努力忽视浑身酸痛的感受和某处不自然的黏腻及胀痛感, 魏无限慢慢地呼出一口气, 中午喝酒后的记忆慢慢回笼, 整个下午, 魏无限都是迷迷糊糊的, 也偶有几分清醒, 线下把那些片段串联起来, 真真是尴尬又羞人, 魏无限自知自己体质特殊, 也曾被他师父告诫过要多多注意自己的情况, 但这些年, 他除了特别爱吃山鸡, 容貌愈发, 艳丽外, 倒也没发现什么别的来自半狐妖属性的特别之处, 魏无限在偶有的几分清醒时刻意识到, 他应不是单纯醉酒, 许是第一回喝酒, 被刺激到了, 引发了, 发情期, 说来也真是, 那红狐是只母狐狸, 这也是他越掌越纳什么后, 他师父吞吞吐吐告诉他的, 朗月道人也是头一回遇见魏无限这种情况, 孩子长得漂亮是好事, 但毕竟是男孩, 虽不至于雌雄难辨, 娘们鸡鸡, 但过于漂亮, 怕也是不好, 魏无限下山前, 朗月道人还愁愁着叮嘱, 离不怀好意的男人远一些, 毕竟仙门中, 好男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魏无限身份特殊, 朗月道人不想他有什么麻烦和危险, 然而现在, 肌肤相亲, 为着衣物的触感, 让魏无限再次服额, 他艰难的侧头, 看了看还在安睡的蓝望鸡, 肌肤瓷白细腻, 低垂的眼睫纤长, 像两把小扇子, 漂亮的琉璃色眼睛微合, 睡得很是安然, 真好看啊, 魏无限不禁感慨, 蓝战真的是折仙般的人物啊, 只可惜遇上了他, 魏无限只觉分外罪恶, 他怎么就把这样好看的一个人拉下水了呢? 不过也幸好是蓝战, 他那种时候身不由己, 神志勉强清醒见戏, 发现是蓝战, 便半推半就了, 既然身体由不得他做主, 还不如跟蓝战, 还好是他呀, 哎, 蓝战那么好, 他都那样了, 可蓝战还好心牺牲自己, 替他疏解, 魏无限胡思乱想间, 蓝望鸡悠悠醒来, 猛地对上一双漂亮的浅色眼睛, 魏无限瞬间爆红了脸, 这场面, 说些什么比较好? 谢谢你, 对不起, 没关系, 乱七八糟的想法, 在魏无限脑子里过了一遍, 在蓝望鸡安静的注视下, 魏无限脱口而出, 你醒了呀蓝战, 谢, 谢谢你呀, 真是, 不好意思, 我, 我也第一次知道, 我会, 那什么, 对对对不起, 啊, 好在咱们都是男人, 你, 你就当做了个梦, 死寂一片, 蓝望鸡瞳孔猛烈一阵, 心也狠狠往下一沉, 所以, 魏英只是感谢他, 就没有一丝丝别的什么, 那么, 是不是如果今日在他身边的人不是他, 魏英也可以, 他挣扎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理清思绪, 认清, 坚定了自己对魏英的心思, 想要同他走下去, 才放任自己与他, 他甚至想好了, 要带魏英回云深部之处, 去求得叔父的同意, 原来是一厢情愿, 是他自作多情, 魏英那时虽认得他, 心中所想, 却与他并不相同, 他所想, 是魏英知道, 面前之人是他, 若仍怨鸡夫相亲并不排斥, 那么至少, 他在他心中还有那么一些些不同, 虽则同为男子, 虽则才相识, 线下看魏英的反应, 原来如此, 只是感激, 没有旁的, 蓝望鸡忽然一阵无力, 随即又是难言的怒气涌上心头, 他松开, 抱着魏无羡的手臂, 迅速起身穿好衣服, 拿上避尘出门去了, 魏无羡被这一系列变故镇主, 果然, 人家清醒之后, 怕是后悔了, 也是, 两人都是男子, 萍水相逢, 无奈之下替他疏解, 蓝湛那样的人物本不该受此折辱的, 都怪他, 没有好好弄清楚自己的身体变化, 不该贪喝酒, 房中只于魏无羡一人, 床榻另一侧还残留着那人的余温, 被褥间还有清淡好闻的檀香味, 魏无羡深吸了口气, 突然觉得惆怅, 心里空落落的, 不知躺了多久, 魏无羡才慢吞吞起身, 才要伸手穿衣, 却发现手腕上缠了根袋子, 这不是蓝湛的抹鹅吗? 什么时候跑到他手腕上的? 魏无羡怎么也想不起来, 只好把抹鹅解下来收好, 魏无羡撑着酸痛的身子穿好衣服, 叹了口气, 好好的, 怎么就这样了呢? 他原本, 还想同蓝湛一起结半夜列的, 现在又是一个人了, 转眼便过了半月, 自蓝旺鸡离开, 魏无羡这些时日总觉得少了什么, 蓝旺鸡是他下山后交道的第一个朋友, 却没想到两人发生了那样的事, 魏无羡一个人无牵无挂, 四处游荡, 给百姓捉个鬼, 除个碎, 有些淳朴的百姓见他不肯收钱, 会塞给他一些干粮和其他吃食, 累了就找个山洞窝一晚上, 他是一点也不讲究的, 大抵是实在过得粗糙, 这两天, 魏无羡愈发觉得身体不适, 身上总是觉得疲惫, 没什么气力, 也没有胃口, 平日爱吃的烤鸡也下不去嘴了, 魏无羡只恨当初没有学点医术, 这下自个儿难受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身上没钱, 加之是半腰, 也不敢去寻医, 魏无羡以着树, 突如其来的恶心, 让他呕吐不止, 可却也没吐出什么来, 这几日, 胃口愈发差了, 也没吃什么, 要是再如此, 魏无羡就打算着, 跑回去找他师父救命了, 蓝忘机已经跟了魏无羡数日, 上次他气急, 独自走了十里外, 慢慢平复下来, 仍绝不放心魏无羡, 毕竟魏无羡体质特殊, 若, 若再出现那般情况, 该如何是好, 他会不会随便找了身边的人来, 疏解? 蓝忘机无法接受这一猜测, 更不能想象魏无羡同旁人那般, 魏无羡自然不会还在那个客栈, 蓝忘机找了魏无羡两日才找到, 这些日子, 蓝忘机远远跟着魏无羡, 看见他在山洞江九, 风餐露宿, 有好几次他都想上前, 可, 他有什么资格, 什么立场? 他是他什么人啊? 这几日, 魏无羡胃口不佳, 也没好好吃东西, 眼见着憔悴了几分, 不似往日神采飞扬, 蓝忘机十分忧心, 其实他自己过得也不好, 因着担心跟丢魏无羡, 他只能在魏无羡睡着时, 才能放松警惕, 吃些东西, 稍作休息, 便是洗漱打理自己, 也是不敢离人太远, 当时离开云深不知处是为了除碎, 而金方家那边, 已然处置妥当, 云深不知处他兄长叔父那边, 已经来讯问过他, 为何迟迟不归, 面对家里的催促, 他只说有事, 他从来没有这般回应过家中问询, 虽然并未扯谎, 但亦是头一回如此行事, 直到看见魏无羡扶着树干呕吐, 面色难看, 蓝忘机终于忍不住出来了, 他本也就蠢蠢欲动, 压抑不住自己了, 魏英, 魏无羡后背被轻拍, 你如何了, 魏无羡惊讶地看着突然出现的蓝忘机, 他不是, 不是走了吗, 他以为, 蓝忘机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我,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呀, 蓝忘机抓起魏无羡的手腕, 片刻后浅琉璃色的同人剧烈震动, 竟是猛地退了一步, 魏无羡的手也自他手中突然滑落, 魏无羡不解, 难不成, 他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不会吧, 他好歹是个绊妖, 哪有那么弱不禁风, 可看蓝湛这样, 魏无羡心里打鼓, 不是吧, 他才十六岁呀, 好不容易成了拥有两种力量的人, 他可是期待有一日可以登顶的, 蓝湛, 我, 怎么了, 你快告诉我呀, 魏无羡见蓝忘机呆立着, 忍不住上前一步询问, 没想到蓝忘机又退了一步, 很是慌乱的模样, 像是对他避之不及, 魏无羡心里难过极了, 他如此令蓝湛厌恶吗? 既如此, 为何又突然出现? 魏无羡转身就走, 却冷不防被人自身后紧紧抱住, 魏英, 别走, 魏无羡被抱着, 心里不知是何滋味, 这人究竟想怎样? 一走了之的是他, 突然出现的又是他, 出现了又厌恶他的人, 也是他蓝忘机, 现在又, 又抱他, 蓝忘机, 你究竟想怎么样? 你若厌恶我, 就不要对我忽冷忽热, 惹人误解, 不, 不, 我没有蓝忘机, 把下巴搁在魏无羡肩上, 没有厌恶, 魏英, 别走, 魏无羡胸膛起伏, 他觉得蓝忘机定是拿他逗乐, 忍不住想要正开禁锢, 魏英, 别, 别乱动, 别伤了, 孩子, 魏无羡瞬间识话, 他僵硬着脖子, 艰难道, 你说什么? 什么? 嗨, 孩子, 蓝忘机替魏无羡诊脉时, 竟诊出了滑脉, 这让他震惊无比, 于是才那般慌乱, 不可置信, 他虽不如蓝溪沉衣术好, 但也不至于诊挫滑脉, 只是, 魏无羡以男子之身有孕, 实在令他不敢相信, 听了蓝忘机所说, 魏无羡勉强冷静下来, 若你没有诊错, 那, 那便可能, 确实, 确实如此了, 我, 我物识的腰带, 来自一只雌性, 的红壶, 红壶即是赤壶, 运期只两月左右, 两人, 做了那事, 虽才过去半月左右, 但由于运程短, 所以魏无羡此时, 就有了一些反应, 只是魏无羡是半腰, 身体情况也并不能完全参照赤壶和腰泪, 还是要好好观察, 细心照料, 所以, 你一直跟着我, 魏无羡逼问出蓝忘机突然出现在此的缘由, 不禁插腰问道, 你想如何, 想负责, 所以跟着我, 线下我, 我有孕, 你是不是还要娶我呀, 理应如此, 蓝忘机认真道, 魏无羡被气笑, 我说蓝湛, 至于吗, 为了负责, 你要娶一个男人, 这事我自己也有责任, 说起来还要感谢你帮了我, 若不是你, 我, 我不知道要多恶心, 蓝忘机眼神微动, 魏英他, 他是不排斥我吗, 可玄机眼中的亮光又疏地暗下来, 即便如此, 魏英也没有接受他的意思, 心思意不似他那般, 魏英只是不讨厌他, 把他当作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罢了, 可即便如此, 也好过魏英全然不在意他, 把他当作一个随手可取, 是谁都可以的工具, 也许假以时日, 魏英, 让我照顾你和孩子, 别, 别不要他, 蓝忘机的眼神, 紧紧地注视魏无限, 他平日里, 本就一副认真, 一丝不苟的模样, 此刻眼中的情绪, 更让人觉得, 他十分坚定, 魏无限躲开这股强烈的注视, 不自在地闪了闪眼神, 他也没说不要孩子, 他没有血脉相连的亲人, 他师父曾替他寻过亲, 得到的结果, 也是双亲聚不在了, 线下, 他有了和他血脉相通的孩子, 怎么可能不要呢? 他只是觉得, 蓝忘机没必要负责, 他一个人可以养活孩子, 照顾好孩子, 魏无限的肚子, 已经微微隆起, 若是穿宽松些的衣物, 倒也看不太出来, 近一个月的身孕, 让魏无限又瘦了几分, 这些时日, 胃口依旧不佳,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 蓝忘机几乎是寸步不离地照顾他, 魏无限乐得有人照料, 便也不去想, 两人之间的不愉快, 此前蓝忘机, 想要带魏无限回云深不知处, 禁告叔父兄长, 欲与魏无限结为道理, 魏无限并没有想过, 要同蓝忘机成亲, 两人相识不久, 魏无限虽欣赏他, 也挺喜欢同他相处, 但也仅是把人当朋友, 虽则两人突然发生了那样的意外, 还共同拥有了血脉, 但魏无限并不认为, 两人就和该为了这个孩子绑在一起, 他也不想去云深不知处那样约束颇多的地方, 两人意见相左, 为此闹了不愉快, 蓝忘机是个寡言的, 两人吵不起来, 但冷战是实打实的, 魏无限不愿, 蓝忘机也无法勉强, 只是死守在魏无限身边, 魏无限去啊, 他就跟着去啊, 再不提成亲的事, 也不说要魏无限同他回蓝家, 两人就这样不干不尬地生活在了一起, 蓝忘机寻了个闹钟取静的小院子, 不声不响地把生活用品购置妥当, 把大一些的卧房让魏无限住着, 自己住在隔壁, 魏无限有什么想动, 他便随时出现, 蓝忘机自知不该隐瞒, 便写了信给蓝西辰, 严明魏无限的身份和两人现如今的情况, 告知家中自己要照顾魏无限, 暂不能归返, 待世了, 自会回云深不知处, 领罚, 蓝西辰收到信, 便是在风轻云淡, 也被信中内容吓了一跳, 忘机与那信中所说的魏公子, 自己都还是十六岁的少年, 怎就小小年纪做了父亲, 他有些头疼, 弟弟从小手里老成, 从未行差踏错, 不想, 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位公子, 也的确身份特殊, 蓝西辰不敢私自做主, 却寻了蓝启仁, 把实情告知, 蓝启仁自然怒不可遏, 他最得意的弟子, 最像他的侄子, 竟做出这般事, 无眉苟合, 猪胎暗结, 还是和一个男狐狸精, 那男狐狸精竟还不喜欢他, 岂有此理, 简直罔顾人伦, 荒谬, 荒谬至极, 蓝启仁活到如今的年岁, 从未遇见过这种事, 一下子难以接受, 竟病了, 卧床几日方才冷静下来, 让蓝西辰派人去寻, 务必找到那个不争气的东西, 和那狐狸精, 要怎么罚, 人也要回来, 小小年纪不着家算什么道理, 哪有是家子弟, 自己都还是孩子, 却偏偏折腾出了孩子, 早早做了父亲, 两个不知事的孩子, 哪里晓得怎么照顾自己, 那未应是个半妖, 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谁也不晓得, 怎么照料一个半妖体质的 男狐狸精生孩子, 真是荒唐, 蓝起人捂着胸口, 忍不住又垂胸顿足, 蓝家迪之血脉单薄, 他不能不在意, 再说了, 既然是蓝是血脉, 万没有流落在外的道理, 还是要把人找回来再说, 然而蓝忘机自己不透露自己身在何处, 旁人想要找到, 也不是容易的事, 蓝忘机大抵是担心家里不同意他的做法, 除了主动给蓝西辰写的那封信外, 便再没有传讯给云深不知处过, 也没有回应蓝家人的询问, 又一个月, 蓝战, 别忙了, 这几个菜够吃了, 我这两天胃口也好了, 别再做那么多花样了, 魏无羡拉住蓝忘机, 不让他去厨房, 他也没想到身为蓝家嫡出的二公子, 蓝忘机会为了他去学做菜, 为了让他多吃鞋, 还变着花样给他做菜, 被西新照料, 魏无羡难免心下感动, 除了师父, 还真没人这样待他, 看来蓝战会是个好父亲, 也的确很重视这个孩子, 他本想独自抚养这个孩子, 可蓝战如此, 他也说不出要独占这个孩子的话来了, 毕竟两人都有份, 他不能把孩子的另一个父亲排除在外, 这对蓝战也不公平, 大概是被照顾得好, 魏无羡掉了的肉也渐渐长了回来, 这两天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只是每天都忧心忡忡, 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会落地, 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 若是红湖, 怕是已经要临盆了, 可谓无羡, 毕竟不是真的狐狸, 如今肚子不大不小的, 也看不出来什么, 真是叫人忧心, 无从参考, 也没有经验, 两个小父亲每天都提着心, 生怕错过什么风吹草动, 就这么又过了一个月, 魏无羡的肚子又大了些, 行动也愈发不变, 蓝忘机更是小心翼翼地伺候, 晚间干脆把床榻搬到了魏无羡房里, 方便近身照顾, 蓝战, 你睡了吗? 魏无羡侧过头, 看旁边榻上睡得笔直端正的人, 这个人真是, 连睡觉都一本正经, 晚上什么姿势入睡, 早上就什么姿势醒过来, 还非得按时休息, 卯时起, 说什么为了让他作息健康, 也要他如此, 魏无羡哪里那么板正的作息过, 但他拗不过蓝忘机, 这些天, 勉强也跟上了蓝忘机的作息, 他开始更进一步认识这个人, 虽然寡言少语, 活象之巨嘴葫芦, 一言一行板正的要命, 但性子十分执拗, 要做什么就必须做到, 认真无比, 魏无羡最怕这种人了, 还未, 你可有什么不适, 蓝忘机正开虎破色的眼睛, 忧心的侧头看着魏无羡, 只是有些闷, 其他还好, 这肚子太大了, 压得我喘不过气, 蓝湛, 谢谢你啊, 还好有你,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蓝忘机垂眸, 心里苦涩难言, 凉久, 魏无羡都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安静的室内才响起蓝忘机低沉的声音, 你我之间, 不必言谢, 魏无羡明显感觉到, 这几日, 胎动愈发频繁了, 此前孩子乖得很, 很少闹腾, 这几日也不知怎么, 肚子闹腾得很, 魏无羡有些睡不好, 更忧心这症状是不是预示着快要生了, 蓝忘机在魏无羡的躺椅旁蹲下, 小心地把手掌贴在那圆滚滚的肚子上, 一下, 两下, 蹬蹬蹬几下, 的确十分活泼, 蓝忘机眼中愈发柔和, 连魏无羡也从他那万年不变的波澜不惊的脸上, 看出了喜悦和温柔, 魏无羡弯了弯眼睛, 看来蓝湛真的很喜欢孩子啊, 平时冷冰冰的一个人, 没想到也会有这样温柔的一面, 若非相处时间久了, 他也看不出这人的情绪, 毕竟, 这个人总是话很少, 也没什么表情, 蓝忘机话虽少, 做得却不少, 他会给魏无羡做各种好吃的菜, 给踢被子的魏无羡盖被子, 时刻注意魏无羡的情况, 对魏无羡一点点的不是都很上心, 扶魏无羡晒太阳, 甚至替行动不变的魏无羡打水泡脚, 魏无羡不是一点都不触动的, 便是他如同亲父的师父, 照料他也没如此仔细, 朗月道人自己都是个粗糙的人, 有好几次魏无羡都暗暗在想, 若是, 若是蓝忘机的好, 是为着他, 而不是孩子, 那该多好啊, 如此想着, 心中便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色意, 知足八位无羡, 他这样告诉自己, 蓝湛已经很好了, 当初他都气冲冲走了, 却还因为担心, 发情期刚过的他出什么事, 跟了他那么多天, 其实蓝湛也是在意他的, 他该是真心把他当朋友的, 对吧? 有这样一个挚友,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 蓝湛想同他成亲, 想照顾他和孩子, 全因他出自蓝家, 最是负责手礼, 他未无羡, 也不能因为这些日子, 得了人家无微不至的照顾, 就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 得寸进尺, 平白耽误了人家, 蓝湛这样好的人, 出身尊贵, 长得又好看, 修为还高, 他该有个很不错的妻子, 而不是和他这样一个没家式背景的男子在一起, 何况, 他还是个绊腰, 蓝湛, 对不起啊, 是我耽误你了, 你放心, 等孩子生下来, 你, 你无论什么时候想看他, 都可以来找我, 你, 魏无羡说不下去了, 因为蓝湛姬的脸色, 从所未有的难看, 像是在酝酿一场暴风雨, 魏无羡, 你究竟有没有心, 你以为, 我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才守着你, 蓝湛姬很少会一口气说这么多话, 他显然十分生气, 弄目圆睁, 紧紧攥着拳头, 十分隐忍的模样, 魏无羡被这突如其来的怒气震在那儿, 什么意思? 蓝湛他, 不是为了孩子吗? 蓝旺姬转身欲走, 魏无羡来不及多想, 就要拉住他, 动作太急, 不知道怎么扯到了肚子, 突然的疼痛, 让魏无羡忍不住低声呼痛。 魏英, 蓝旺姬扶住魏无羡, 看着魏无羡面色发白捂着肚子, 他又惊又怕, 自责不已, 怪他, 都怪他, 他不该对魏英生气, 魏英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怎能, 魏无羡鹅脚冒汗, 肚子开始一阵阵地紧缩, 他害怕极了, 生怕孩子有什么意外, 魏英, 别怕, 英, 英是要, 生了, 方才突然的动作, 怕是惊动了孩子, 以至于孩子提前临盆, 蓝旺姬勉强稳住心神, 将魏无羡稳稳抱起, 放到了床上, 蓝旺姬并未接生过, 虽也算通一理, 但根本不知如何应对一个待产的人, 更何况是个男子, 他本是寻了附近一产婆的, 说好到时他的, 道旅生产, 便请他来帮忙, 那产婆就住在附近, 可今日蓝旺姬出门买菜遇到过他, 那产婆对他打了招呼, 说是要去娘家, 明日回来, 还询问了他道旅的情况, 认为距离生产还有些时日, 便放心回娘家了, 蓝旺姬也没有想到, 今日会有这样的意外, 是出紧急, 蓝旺姬容不得, 魏无羡有一点点闪失, 当机立断给蓝家发了紧急信号, 当初选择此处作为暂居之所, 除了这里离闹市不远, 却也安静外, 更因为此地与云深不知处, 紧隔了两座山, 蓝旺姬看见蓝旺姬发的紧急联络的信号, 心中意紧, 旺姬已许久不与家中联系, 此时发了十万火急之时才用的信号弹, 怕是那位公子出了什么事, 蓝旗陈芒急急去寻蓝家最善医术的长辈, 也顾不得什么不可及行的家规, 三言两语说了情况, 便带人带上药材玉剑, 赶往蓝旺姬处, 胸长, 快, 快看看卫英, 蓝旺姬一直在为卫无限输灵力, 想稳住腹中孩子的异动, 他看起来很是憔悴, 抹额也歪了, 眼中都是红血丝, 卫无限的情况也不大好, 身下已然出了血, 脸上不满汗水, 死死咬着渗出血珠的下唇, 蓝家的衣修长辈忙紧快把气喘匀, 他也是一把年纪了, 跟着蓝旺姬遇见过来也是够强, 路上听蓝旺姬同他说了魏无限的体质, 心里大致有了计较, 虽此是匪夷所思, 但人命关天, 又是自家血脉, 没有经验也得尽力一世, 老衣修快速给魏无限检查了身体, 选择了剖腹, 魏无限是男子, 虽怀孕但没有产道, 此法也是不得已, 蓝旺姬闻言愈发惊惧, 蓝旺姬心下不忍, 按住弟弟颤抖的身体, 安抚道, 放心, 魏公子会无事的, 老衣修麻利地给魏无限用了麻沸散, 吩咐蓝旺姬和蓝旺姬给魏无限输灵力, 便着手点燃烛台烧剖刀去了, 带老衣修划开魏无限腹部, 鲜血流出来时, 蓝旺姬一瞬都不敢移开的眼神忍不住闭上, 蓝旺姬也没有见识过这般场面, 亦不忍直视, 带老衣修把腹枪打开, 看见紧挨着的三个孩子时, 狠狠瞪了蓝旺姬一眼, 压下心中蹭蹭蹭冒上来的怒火, 迅速把孩子一一取出, 确认腹中无恙, 又着手缝合。 带老衣修把孩子们处理干净, 魏无限也昏睡过去时, 蓝氏双臂依旧低着头臂着眼, 老衣修这才把憋了一肚子的气发出来, 蓝旺姬, 你看看你的孩子们, 孩子, 蓝旺姬瞬间睁开眼睛, 被站在面前老衣修怀里, 三个小小的孩子惊得顿在原地, 睁大了眼睛, 为何有三个孩子? 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明知道他是绊妖, 又是以男子之身孕育, 怎敢不同家中联系? 带着人住在此地, 你又不懂生孩子, 就不怕出事吗? 老衣修气道, 亏得这孩子还是这辈的楷模, 素来少年老成, 却不想在这世上如此鲁莽, 真是气煞他也。 蓝旺姬也是后怕, 这次他弟弟确实鲁莽了, 幸好有惊无险。 大抵是三胞胎和胃无限体质的问题, 三个孩子很小, 缩在老衣修怀里细生地哭, 老衣修给孩子们检查了一番, 除了有些小, 孩子们并无其他不妥, 两个男孩并一个女孩, 蓝家嫡系多少年没有出过女孩了呀? 老衣修险些大声笑出来, 又顾及雅正, 只得忍着, 花白的胡子一抖一抖的。 见蓝旺姬只看了几眼孩子, 也不敢伸手去抱, 便扑到魏无线床前, 直愣愣地看着昏睡的人。 蓝旗沉叹了口气, 小心翼翼接过老衣修怀里的孩子, 两人一同将孩子放入小被子, 来时没想到会有三个孩子, 蓝旺姬也只准备了一个孩子用的东西, 他们也只好把三个孩子暂且先放一起。 老衣修物质激动, 不光是为了一口气, 抛了三个孩子出来。 蓝家迪戏一下子添了两个男孩, 和一个罕见的女孩, 更因为魏无线体质特殊, 资质非凡, 所出孩子将来也必将优异, 在修道意图上应是要优于其他孩子的。 蓝旗沉自己都刚弱惯, 没想到弟弟十七岁便有了三个孩子, 他自己也突然做了三个孩子的大伯, 心里既激动又感慨。 忘记,孩子们需要如母, 你这儿孩子用的东西也不够, 魏公子献下虚弱, 不宜移动,待好些了。 你再带着他和孩子回去, 我与前辈先回云深不知处禀告叔父, 再差人过来照料, 你好好看过孩子和魏公子。 蓝旗沉冷静下来, 开始嘱咐在床边一动不动坐着的弟弟。 蓝旗激应了, 便继续一错不错地盯着魏无羡。 蓝西沉回了云深不知处, 先禀告了蓝启仁孩子的事, 得知有了三个天资过人的后辈。 饶氏不苟言笑, 严肃惯了的蓝启仁, 也忍不住合不拢嘴。 吩咐蓝西沉赶紧去找两个奶水族的乳母, 再找个有经验的女修过去看股。 被阻孩子要用的东西, 把蓝家上好的补药也都带过去给魏无羡。 蓝西沉很快就办妥了。 两个乳母并一个蓝家本家的夫人, 带上东西风风火火就过去了。 到蓝旺鸡处时, 三个孩子正放声大哭, 魏无羡还在睡着, 蓝旺鸡一个人手足无措站在孩子们的床边。 孩子们还小, 又肉乎乎一小团, 看着很是脆弱, 蓝旺鸡根本不敢伸手去抱。 两个乳母动作娴熟地抱了孩子去别处喂奶, 蓝家的女修也跟着抱起另一个孩子跟着走了。 主卧一下子安静下来, 蓝旺鸡也慢慢放松下来。 魏英, 辛苦, 多谢, 蓝旺鸡握住魏无羡的手, 轻轻印上一个吻。 这个小院有三个房间, 隔壁本是蓝旺鸡住, 后来为了照顾魏无羡, 蓝旺鸡便将隔壁的床搬到了魏无羡床边, 为了照顾孩子。 蓝家那位夫人又去街上购置了床命人搬过来, 她和两个乳母会住下来, 照顾三个孩子。 到了晚间, 魏无羡才转醒, 腹部的疼痛让魏无羡忍不住低呼, 蓝旺鸡一直守着她, 听到动静马上看了过去, 魏英, 你如何? 我还好, 孩子呢? 魏无羡紧张地看着蓝旺鸡, 她隐约记得有人过来, 剖腹曲子, 也不知道孩子好不好。 孩子们很好, 我胸长差了如母和一位夫人过来照顾他们, 你放心。 孩子们, 魏无羡的反应和蓝旺鸡当时得知有三个孩子时如出一辙。 蓝旺鸡唇角勾起浅淡的弧度, 我们有三个孩子, 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都很好。 魏无羡睁大了眼睛, 他这是生了一窝崽子吗? 又是半狐妖体制搞的鬼。 魏无羡想起寻常赤狐一胎六七八个崽, 甚至更多, 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我想看看他们, 可以吗? 蓝旺鸡自视英云, 去换了人抱孩子过来。 三个小小的孩子并排放在魏无羡旁边, 刚出生的孩子看不出眉丑, 红通通皱巴巴, 线下都安安静静睡着, 魏无羡心里软成一片, 轻轻地用食指挨个点了点孩子们的小脸, 满足地让开一个清浅的笑。 待孩子被抱回去, 魏无羡指了指身边, 示意蓝旺鸡坐下, 蓝旺鸡忍不住攥紧了袖口的布料。 一眼坐下, 他心里紧张, 不知道那人会说些什么, 唯恐是一些绝情的话, 譬如谢谢他的照顾, 以后想看孩子们便联系他, 思极此, 蓝旺鸡惶恐不安, 先声夺人, 魏英。 魏无羡还没开口, 便被蓝旺鸡突然拔高的声音吓了一跳, 怎么了这是? 平日里说话也不这样啊, 他又不是要同他吵架, 真是个无趣的小古板啊。 魏英, 蓝旺鸡放软了声音, 神色也郑重起来, 不是为了孩子, 只为了你, 魏英, 同我成亲吧。 窗外的月色愈发柔和了, 有裹挟院子里桂花清香的风, 悄悄钻入室内, 无声无息。 魏无羡捶着头, 凉酒, 在蓝旺鸡坠不安的注视中, 低声笑了笑, 好, 他本也是想说这些的。 明显将有声音乐音乐呀, 不多是眼眶 enthusiastic雨一滴又将在注视中心站在它,